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醒您出门的时候就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好 再来看一下两个台风的动态了 首先是东边的闪电台风 闪电台风现在接下来会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前进 再转往北往日本东方的海面前进 现在看起来直接影响了台湾机会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不需要过于担心 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左边这个天鹅台风了 天鹅台风接下来持续朝着太平洋关门的冰原朝西前进 有机会在礼拜五的时候 外温雨季就会开始影响台湾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了 而到了礼拜六更接近台湾 这个时候它的路径就有变数了 有机会直扑台湾而来 也有机会提前北转朝台湾东方的海面 这样子掠过台湾东方的海域 接下来有可能会再度的北转再往日本的方向前进 所以其实接下来它影响台湾的程度 就要看它北转的时间而定了 如果提前北转远离台湾的时候就北转的话 这样子对台湾来说影响的程度就会比较小了 但是也有机会是先清洗台湾之后再北转 如此一来对台湾来说影响的程度当然就会比较大一点了 所以特别提醒您了 目前这个台风可以确定的是 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是落在礼拜五到礼拜六这段时间 但是影响台湾的程度就有待观察了 就要看它到底是提前北转 或者是接近台湾的时候再北转 两个影响台湾的程度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提醒您未来这段时间都是它发展的关键期 一定要持续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 好再来看一下礼拜二的天气了 预计礼拜二全台各地还是有一些水汽移进台湾来的 所以各地都还是有降雨的机会 全台各地都有降雨的可能 外出都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在气温的部分还是非常的高温又闷热 各地的高温31度到35度左右 低温25度到27度 全台各地都是比较超时慢热的 提醒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多喝水小心中暑了 整体来说这个星期天气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 前几天受到风面云气的影响 天气状况是比较不稳定容易下雨 而后面几天就要看天鹅台风接近台湾的程度了 预计礼拜三之后它的路径会比较明朗 提醒您一定要持续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迹象 我们明天见